我們來給各位介紹一下這個 因為像影像處理應該是目前 就是所謂的雲端應用裡面算是相對成熟的 目前雲端應用兩個比較成熟 一個就是圖片的處理 第二個是什麼 語音 有沒有現在很多語音是不是輸入都很方便 這兩個目前 那影片算是還在起步 就是不算太早 但是也是還在起步 影片的檔案量比較大 所以他用到的資源比較多 那你進到這個Photos這個平台 你也會發現手機上的APP是影像處理的特別多 對不對 那我們當然這兩個就不用介紹 因為跟你手機上的差不多 我們要的是第三個有沒有設計 你就把它點下去 好點進來之後 有沒有看到一堆範本 這是比較popular的 你要做海報 做卡片 做YouTube頻道 還是Facebook的那個 不管是粉絲頁還是你的個人的手頁 Facebook上不是也有一張嗎 可不可以自己設計一下 當然可以啊 當然可以啊 你應該不好意思每次都 只是放照片吧 有時候會有別人 哈哈哈 要是要處理一下 那你往下走 往下走你看 你的email Facebook 有沒有 比如說是辦活動的時候 你的Facebook可以有一個 活動的什麼 首頁啊 現在有人在用推特嗎 除了美國總統 哈哈哈哈 大家都知道要去那裡找他的消息 哈哈 我們台灣好像推特用的相對比較少 相對比較少 那另外呢你看 你們有人在進行部落格嗎 應該沒有吧 有嗎 有齁 那就不錯啊 我也有進行部落格 像YouTube頻道我也有進行啊 所以有沒有都找到這些 那我們就馬上來試看看喔 如果你要做海報的話 我先找海報好了 因為海報大家比較有機會用到 你把它點一下 你看這個是不是都是雲端服務 有沒有要下載 沒有 當然這個地方 你如果想要註冊也可以 也可以喔 因為如果你有註冊 你的檔案就常放在雲端上 那你走到哪裡 你就打開就可以繼續編輯 所以他有他的方便性 那你第一次進來之後呢 左手這邊這邊有那個導覽 他說怎麼用怎麼用 那你就告訴他 謝謝你 現在老師在場 不需要 Skip就好 就把它掠過就可以了 OK 好你就先挑看看 但是注意一下 如果你發現他上面有這個符號的 表示這是付費的 這樣就行嗎 好 點了他會提醒你 所以比如說你要這一張 你就點下去了 有沒有就有了 那你就可以在這邊 我就先拿過來一下 在這裡 有沒有可以放自己的圖片進來 對不對 好 那 字 點兩下 字 基本上 請問有沒有中文字體可以選 應該是沒有 但是呢 你勉勉強強你可以用 跟我們比較接近的這一種的 應該知道這是哪裡的吧 東北亞 韓國旁邊那一家 哈哈 日本的對不對 日文的 所以大部分的中文字在這邊也可以用 所以出來之後會是那個黑體 好像黑體這樣 像圍圓正面一題有沒有 像類似像這樣的那個格式 所以如果你要打中文也可以 那當然如果你真的 我就是要用我們的正體中文或解體中文 這個時候怎麼辦 要搭配其他的影像出來 我們可以把那個文字轉成圖片之後再放上來 也可以用 只是相對比較麻煩一點啦 因為畢竟你要改字要再重做一個 再拿上來 所以各有優缺 那你就可以在這邊繼續加點 那你看我們回到這邊 我先不加 我先從左手邊 你看我們左手邊這裡 他們要準備很多的圖戶 這裡Sticker就是貼紙 對不對 你就找找看 好 我看一下 有圖片的 有沒有 這裡有一些圖片的形狀 所以如果你覺得他想要這樣 你就丟過來 你自己再加 這是一個方式 然後呢 我們看下面 基本形狀就不用了 我找下面的 好 這裡 哦 有特賣會有沒有 Sale 有沒有進來了 你有沒有發現都是去備好的 所以你知道 設計器現在要做什麼了吧 設計器負責把這些設計行給你用 哈哈哈哈 他們做的是比較底層的工作 你知道嗎 哈哈哈哈 他們要負責做原創 這些做好之後 你用的很多 歐曼也那個 是不是他也會有收入嗎 因為我們現在要的是應用 對不對 所以 圖庫他已經把你準備好了 背景可不可以換 當然可以換 你可以換單色的也可以找下面的這些 有沒有 點一下 是不是就換了 這樣 有沒有發現 現在設計好像變得比較簡單一點 那當然你如果只有這一頁不夠 你想要第二頁第三頁 可不可以增加第二頁第三頁 可以的 好 那如果你做完了 就在上面這邊 有沒有存檔 你可以把它儲存起來 儲存起來 你就看 各位 剛剛我沒有打預防針 對這三種格式應該還可以了解 PDF不用我講 PDF是哪三個字的縮起 可吸式的文件可視 因為PDF的特性就是 不管你走到你看起來打開是不是都一樣 所以文件可攜帶的 這樣了解 所以PDF是這樣 那原則上 如果你要變圖片就是選這個 預設的話 它是用JPG 那另外呢 花了體你也可以來選擇 就是你要 比較好的品質 還是比較差的品質 原則上我都會用PMG 我用PMG 這樣 那你就可以按Download 他說要註冊吧 那你應該知道 不是真心的 那個關鍵字就要不利用嘛 對不對 好 這樣有沒有了解的 很簡單 對不對 所以 你看 影像主義都可以做到這樣的 那我們的 動畫 可不可以做 當然也可以 我先把畫面還給各位 請你們可以玩玩看